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Mr.Law 今天想为大家分享一下这个AutoCall的功能 叫做AuditTrail 这个AuditTrail的功能跟古人讲的一句话是非常相似的 就是凡走过必留下痕迹 在AutoCall里面 你无论做过什么东西 几点Login 几点Logout 用错Password Login 从哪一家电脑操作 用什么Password操作 改过什么东西 删除过什么东西 Change Quote 等等 都可以无限顿行 通常是给老板去查那个员工 到底有没有改过公司的资料 这个功能很 powerful 在AutoCall里面是一个很 powerful的功能 很多系统也是有这个AuditTrail 可是就是聊聊几个function 然后只是猜一下看 有没有加新的Transaction Delete 改的这样简单 但是在AutoCall里面不只是这样简单 连你几十print 几十preview 经过哪一个function 几点Login 什么电脑什么Password 很清楚的很仔细 OK 非常非常的仔细 这个也是为什么 这样多人会选择用AutoCall的其中一个原因 OK 事不及时让我讲解这个功能 OK 当你来到AutoCall那边 进去AutoCall过后 你去Tools那边有一个AuditTrail的 OK 如果你看不到这个AuditTrail 就是你没有权限 你去看这个功能 OK 如果你没有权限的话 你必须要去General Maintenance Access Right Maintenance 你去查找AuditTrail 然后这边你看它是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Report OK 可不可以看这些Report 另外一个部分是这个功能 OK 可不可以Login进去这个功能 所以是两个部分的 如果你要看到 你必须要Sert Sert了那个权限 OK Sert了这个权限 你才可以操作到这个功能 通常都是给Management 或者是老板 一般上是不会给员工Login 来这里的 好 所以进去Tools AuditTrail 这里 然后这边你看到它可以 根据Description,Event,Computer 包括你可以 直接Sert 也是可以 你直接Sert的话 所有东西跑出来 如果你有设定的一些单号码 你就直接打那个单号码 这样那个系统 就会帮你Sert出来 比方说我去做一个Invoice 然后这个Invoice 然后这个Invoice 所以我Sert起来 OK 这个是00034 OK 这样你回去AuditTrail这里 你Search的时候 如果你要Search 你看这边有 可以选择的 你要Search些什么东西 你要开新的单 还是More 你可以Search 或者是只是要看它Login的情况 或者是Cancel的东西 或是Uncancel的东西 所以很多选项 OK选项了 过后你去Search 你就可以看到 开新的Invoice 那个Event OK 如果你只是要看开新的 你就直接选开新的 如果你只是要单单看这个 00034这个答案 你就直接打00034 它就会只是选项这个00034 如果你是有更改过任何东西 这个是Set Access Right 所以这个是不能改 我去这边就没有办法秀给大家 但是这个AuditTrail 是你可以check包括更改 如果更改的话 我试看看这边有没有一些Sample 给大家看 单单是选择更改的 目前是没有一些Sample OK 再试看看 有 所以你看有更改过什么东西 它下面会有一些详细的资料的 详细的资料 详细的资料 你可以看到 OK 这个是改过Company Profile 连改过Company Profile 它都可以 有办法 帮你trace出来 OK 包括你改了什么Code OK 它从CodeA 改去CodeB 改过多少钱 OK 十块钱改去五块钱 全部都很仔细的 在下面这边 会有Event Message 这里 很详细的会 show出来 OK So 你可以选择 它是几日几号到几日几号 在系统操作过什么东西 这个是电脑的热气 这个不是Document的热气 这个是电脑的热气 包括你也可以选择 它是 只是要看到什么文件 OK 如果你看到文件的话 你只要指定某一些文件 你可以选择指定某一些文件 或者是你可以选择什么ID 什么Password 你只是要check那个User 有没有做功 你就只进那个Password 去checking 也是可以 除此之外 你要跟ComputerName 也是可以的 如果你有ComputerName 你就直接打那个ComputerName OK So 这些Activity 你search了过后 它 如果好像这些invoice的东西 你可以开回去的 然后开回去那个文件的 如果是invoice的东西 它还有这个OpenSIM Document Audit Trail的东西 它就会filter完所有这个文件的 所有的那个Audit Trail 那个Event出来了 它把你Summary出来 这个也是一个short card 那你就不用打那个单号码 直接通过这边去search 就搞定了 你也可以把这些数据preview出来 OK preview 然后你可以export去不同的format 然后在这边 你可以export去pdf accel 等等的format 照片的format 正式发生过的 就是我们的客户 我们有客户曾经可以 员工 员工resign过后 OK 有试过员工resign resign之前 他把那些单纯不改到完 OK 他改到完把那些invoice 可能是1000块 改去500块200块 OK 有一些就 给老板捉到 OK捉到 然后就print这个report去报警 去报案 OK 因为这个report很详细 然后那个有设计点 用什么电脑 做过什么东西 所以在autocall里面 你员工是没有办法通缆的 如果你公司是用autocall的话 你的员工是没有办法偷懒 然后你员工想要随便动手脚也不容易 甚至他也不懂autocall有这个audit trail的功能 OK 喜欢这个短视频可以帮到大家 谢谢大家